歡迎光臨 沒有錯 好像是我說的啦 總共是我說的 我說沒有不景氣 只有不精 不爭氣 你說是不是這樣呢 真的啊 因為再怎麼樣不景氣的時候 也有很爭氣的人啊 但正氣會不會受到 不景氣的影響呢 多多少少有影響 但是我們不能說這個不景氣 我們就不去努力啊 不可以說吃好做均勻 不可以這樣啊 也不是這樣 什麼人要說先帶鮮花 那你這樣 你如果不先講的話 可能要睡著了 要睡著了 那你不想講話 你不想講話 我在想事情啦 你在想事情 好喔 你想什麼 講給我們聽啊 講... 還沒想到啦 我一直逼他 我 丫頭啊 你叫那個廚師 不要一直跟我講話嘛 不是 因為他 你一直逼他 他會忘記台詞啦 真的喔 好 我不逼他 你要逼他 你盡量讓他想 然後 大寶貝 我們加油 寶貝 剛剛這樣講已經撲很久了啦 你應該跟他講了啦 加油 好 我要加油 好 怎麼了 怎麼了 你忘記台詞對不對 沒有 你要垂頭上去的 我現在就是很垂頭上去嘛 好 好 好 大寶貝 到底怎麼了啦 好 好 你不講了啦 出去啦 出去啦 他不在講 不講了 要出去講 好 要改變啦 我心情很不好嘛 為什麼 因為 我沒有辦法得到那個金牌啊 不是啊 而且你應該要說 因為現在經濟很不景氣 有這一段嗎 有 你看現在經濟都播不景氣啊 不要說什麼金牌的 連吃飯都有時候都吃不飽了 你看喔 很累啊 大寶貝 你不可以這樣子喔 雖然現在經濟不景氣 但是我們自己要很爭氣啊 因為我們是電玩裡面的卡通人物 只要我們很努力達成目標的話 每個小朋友都會喜歡我們 我們就會成為小朋友心目中 最棒的英雄啦 妳講是這樣講啊 妳說什麼小朋友的英雄 問題 我就拿不到金牌 我就沒有辦法當英雄嘛 不想拿金牌對不對 對 我跟妳講一個好康的喔 妳現在喔 只要到高雄的關履廟 用500塊錢去點光明燈 然後點完光明燈的時候 他會就給妳一張抽獎券 就有機會抽到6000塊的金牌喔 對 那可以得到金牌喔 對 妳剛才又講到光明燈對不對 對 是啦 空中這個空明燈喔 真的喔 真的喔 這個喔 2012年 這個喔 2012年 這個屬蛇 屬蛇 架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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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窮樹枝 2013年啦 2013年才是 對 已經過了啦 已經過了啦 是在說什麼 就像你白人為天 要不要煮菜而已喔 光景 我也是中華主席的 2013年 2013年 我是破壞王啦 對 是2013年 我跟大家說 我跟大家說 架窮屬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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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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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你們家 去的大廳廟 要去你們家 去的花大廳廟 和岩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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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在平安順序 整個花 這樣在平安順序 整個花 大廳 感謝 謝謝 感謝 謝謝 妳在學我嗎 妳在學我嗎 妳確定要學我 妳確定要學我 我好熱 我想脫衣服 我好熱 我想脫衣服 脫啊 什麼啊 如果這個時候 如果這個時候 妳能親我一下 該有多好 妳能親我一下 那該有多好 馬上來了 妳幹嘛 妳還要玩多久 她真的有嚇一跳 因為我不知道 妳什麼時候要衝過來 妳好棒喔 對啊 丫頭妳就是那麼厲害 對... 好了...不要亂講了 如果觀眾朋友 真的覺得說 現在經濟很不景氣 真的可以建議大家 去高雄關地廟試試喔 連一個光明燈 好不好你就有機會抽中金牌喔 對啊 整年都平安順序的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要去喔 你不要再逃跑囉 開玩笑嗎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 很抱歉 很抱歉這一段在講 什麼東西 妳是拖多久啊 我是破壞我 破壞什麼破壞 破壞什麼破壞 好啦 沒什麼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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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白有保備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肥羅里的伊甸園 請看 沒有肥羅來的蘋果 難吃 沒有肥羅來的周刊 難看 肥羅來的伊甸園 遙控台灣的八卦圈 什麼事都逃不過我的法眼 我記得為您訪問到就是 黎智英 黎老闆 黎老闆 今天有問題要請教您啦 OK啦 隨便你問喔 問的機會不多啦 趕快問啦 黎老闆想要問一下 最近甄嬛傳很紅 結果台灣的陶晶瑩陶子姐 被清點說要去演甄嬛的續集耶 你覺得OK嗎 我知道 你是講那個 大陸現在演溫太一嘛 叫張曉龍來台灣 結果上了陶智姐的節目 然後掀起一陣旋風是不是 而且那個張曉龍呢 還介紹那個陶智姐呢 認識了那個甄嬛傳的編劇 對 於是就好像說要邀請她 也去嘎上一角 我告訴你 其實萬萬不可 為什麼啊 當然不行啦 因為陶智英呢 她已經是個根深蒂固的 很有知性的一個 女主持人的那個相貌啦 如果再去主持節目的話呢 她很可能一出來就被笑了 就開始想笑了 就會這樣 因為她已經本身來講 這個自我的那個感覺 太強了啦 你知不知到 那如果說她不去演這個妃子 或是皇后還是這個小組的話 那有人清點說 乾脆讓她去反串演太監好了 你覺得呢 不用 因為叫她去演太監 真的是大才小用啦 她應該去內地主持節目的嗎 像演公公這種 直接交給公公偏頭痛的台資源 就OK啦 是不是 你知不知到現在在大陸的網站 已經點播超過六千五百萬次了 真的啊 真的厲害啦 是不是 所以要繳公公呢 就繳台資源 因為台資源是公公專門嘛 你的意思是說 台資源已經淹掉了啊 不是 是說他演公公的演得很好 我了解 我還以為我報道到一個大獨家了 沒有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沒有 最好是有一個戲呢 就再一次讓周杰倫去演皇上 然後他去演公公 這個戲一定大敗了嘛 你知不知啊 老總還有問題想要請教你 最近幾年了 這個謝金燕非常紅 結果他的爸爸諸葛亮 上節目聽到謝金燕的名字 都會很難過耶 你講錯了 不是講到謝金燕很難過 是小燕姐在訪問她的時候 講說是小燕 她聽到小燕 馬賽就低下來了 是不是 實在藝人都是很敏感的啦 是不是 她現在不能聽到小燕 或者是金燕 或者今天你真的很令人驚豔 這樣子也不可以 也不行啊 不行... 你今天好艷麗 有個燕也不行 眼淚都會掉下來 都不行 或者說你是一個古人 你叫文燕博 燕也不行... 通通不行 你是燕青大學畢業的嗎 不行... 通通不行 只要有燕就是不行 你知道了嗎 所以他就很敏感來了 但是你看到 我們在報導這個消息 也無非是希望他們 能夠父女重見 再一次重逢嗎 我們也是好心來的囉 不是 老總 可是每次看到你們的新聞報導 都報導說他們兩個婦女感情不好 兩個人一直不目 你們這樣一直抱下去 人家感情怎麼會好 你這是錯啦 我都是報導正面啦 我什麼時候報導人家覆面 你看諸葛亮是不是我報導 他在那邊吃那個甜不辣 他才能夠付出的嗎 我都是為他們好 所以我現在呢 就抱他們婦女吃和 之後可能小燕呢 他就想想 也沒必要 父親的年事已高 是不是我們乾脆 就父女相認算囉 是不是 讓他也好懷疑弄孫了嘛 而我是好意來的 我哪裡有什麼 我從來不拆散人家夫妻的 我都是希望人家夫妻好 後來他們閃都是別人 他們自己家裡的事 老總真的是想得非常深遠 當然啦 我是佛心來的 老總 那要問你一下 如果是個台灣的人氣女 心無一配 他上街要跟粉絲愛得抱抱 你覺得粉絲會接受他很多嗎 我覺得粉絲一定都會接受的 連雞樓啦 雞的朋友 都可以接受他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殺傷力嘛 是不是 他很有殺傷力啊 老總 不是 真正有殺傷力的人是小優 小優上街 他人都跑光 人畜通都跑光了 只剩下七爺八爺啦 你知不知道 老總 你真的很過分 你竟然拿五一杯 跟小優比 喂 你是不是沒有辭就跑掉啊 喂 我覺得你越來越學白雲了 小優 我跟你講 只有七爺八爺不怕他 因為他們同一國的嘛 OK啦 不對 他們不是同一國的 應該是他怕七爺八爺 因為怕被他抓走啊 OK啦 沒有肥肉來的蘋果 難吃 沒有肥肉來的周刊 難看 沒有肥肉來的伊甸園 遙控台灣的八卦圈 是嗎 我怎麼感覺越來越想你們了 下次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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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